昨天下午發生了一起自撞意外 一名五十歲男駕駛 行經桃園客運總站時 疑似撈出卸導致昏迷 車輛失控往斑馬線 偏移撞上柱子 那麼原型到場後 試持工具破壞車窗 才將駕駛救出緊急送衣 市區大麻路口 許多行人正通過斑馬線 不過這時有一輛黑色轎車 卻開始失控 偏離車道往路邊人行道方向行駛 一路滑行通過路口 接著竟然直接撞上大樓柱子 才停了下來 重擊聲響之大 引起路過民眾上前圍觀 到底發生什麼事 遠景持破壞工具 將車窗敲破救出駕駛 原來當時警方立刻到場 但車裡頭完全沒有反應 一看才發現駕駛 已經倒臥在駕駛座 趕緊將人救出 這時他人已經口吐白沫 緊急送醫急救 回到事發現場 柱子瓷磚被撞破了一個洞 事情發生在桃園市總理區 二十六號下午三點半 一名五十歲裝姓男子 原本行駛在中正路上 速度相當緩慢 正準備經過桃園客運總站時 突然失控才會失去便宜釀貨 由於事發地點 接近人來人往的總理車站 讓附近民眾都嚇了好大一跳 事後家族表示 家人是因為腦出血昏迷 才會導致致狀意外發生 已經返家休養 不過前陣子才發生十五歲少年 高速衝上人行道照獲的意外 不免讓人心驚驚 所幸這回沒有釀成任何人員傷亡 記者網上華流氧捷桃園報導